提到《水浒传》 太魏高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作为该书中的主要反面角色 高丘不仅是梁山坡的死敌 还将整个北宗王朝推向了混乱的境地 《水浒传》中将高丘与蔡青 同贯、杨俭并称为北宋四贼 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讽刺 数百年来 人们对《水浒传》中的高丘进行了口诛比伐 甚至恨不得生蛋其肉 那么高丘真的有那么罪大恶极吗? 真实的历史上有高丘这一号人物吗? 1.《水浒传》中的高丘 高丘是整部水浒中第一个正式出场的人物 《水浒原著》第二回就说他若论人意理智 信心忠良却是不会 《水浒原著》第82回无用对高丘的评价是 生得风怒蛇行 是个转面忘恩之人 这两段话基本奠定了高丘反面人物的总体基调 高丘是邦贤破洛虎出身 与苏氏从驸马 驶端王 因而飞黄腾达 官至殿帅府太尉 但身居高位的高丘 却自以妄为 害王进 陷临冲 为梁山 瞒天子 独送江 可谓无恶不作 小说作者用高丘的假恶丑 反称梁山的针扇梅 这是水浒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 那么根据《水浒传》的描述 我们是否可以认定高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二 高丘真的很坏吗 《水浒传》是小说 不等同于历史 小说中高丘虽是北宋四贼之首 但历史上却没有这种说法 据宋氏记载 北宋末年霍乱朝纲的并非四贼 而是六贼 分别是蔡经 梁师成 李燕 朱勉 王府 和同贯 在官方认可的六贼中 并没有高丘 翻开宋史 洋洋洒洒五百余万字 共被两千多人理传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 在《水浒传》和民间臭名昭著的奸臣高丘 在宋史中竟然未被列入奸臣传 甚至都没有单独传记 这说明高丘的历史地位似乎无足轻重 他还没有坏到蔡经 同贯之流的高度 虽无传记 但宋史中仍有高丘的只言片语 宋史 徽宗本纪 曾写明了高丘的官纸 郑和七年春 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丘为太位 这个官纸 基本被《水浒传》借鉴使用 宋史 新宗本纪 则记载了高丘的趋势时间 靖康元年五月四毛 开府一同三司高丘族 开府一同三司 不是官职名称 而是一种非常高的政治待遇 与荣誉象征 诸葛亮成为蜀汉丞相之后 才有这个资格 这说明高丘是 徽宗一朝的古功重臣 地位甚疏 宋史中这两段记载 不同不样 不包不贬 似乎已经暗示 历史上的高丘 并非十恶不赦之徒 在南宋王明清所著的 《徽竹路》中 也有高丘的相关事迹 《徽竹路》说 高丘原本苏氏书童 精通书渣 苏氏将它推荐给王驸马 后又成为端王亲随 高丘发迹后 一直铭记苏氏的提携之恩 苏家子弟每次进京 高丘都亲自接待 苏谢在府 《水浒传》很可能根据此书 才改编出高丘发迹的精彩故事 那么《徽竹路》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徽竹路》的作者王明清 是南宋著名史学家 他实比精湛 态度严谨 王明清生活于南宋校宗制宁宗年间 与北宋徽宗年间相隔仅四十余年 对两宋之交的情况相对熟悉 《徽竹路》大量记载了两宋的政治 军事 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情况 史学价值较高 可以说 《徽竹路》对高丘的描述 基本可信 根据《徽竹路》和宋史 我们发现 高丘的历史存在感并不强 他懂得知恩图报 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坏 我们是否可以认定 高丘就是一个好人呢 答案同样还是否定的 三 高丘真的很好吗 在部分史料中 仍然充斥着高丘祸国殃迷的记载 宋史 李若水传 对高丘的功果是非有相对详细的描述 修以杏陈列基险位 败坏军政 金人长驱 其罪当于同贯等 高丘因为宋徽宗的宠幸而身居要职 但他败坏军政 导致金兵长驱之辱围困开封 他的罪则应当于同贯一样 根据李若水传的记载 当时高丘已死 按照他的级别和以往习俗 宋清宗应亲自主持追悼会 但李若水上书细数高丘之罪 称应当取消高丘的所有官职和待遇 天子如果和常理为高丘举哀 怎么能平民愤得民心 李若水两次上书后 宋清宗这才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段史料说明高丘存在历史争议 朝廷对他有褒贬两种看法 但两个不争的事实是 宋徽宗宠新高丘 宋清宗默认了高丘败坏军政之国 那么高丘到底有没有败坏军政呢 我们看看已有的记载 在宋南渡市江传里 这本书第一卷写的是刘乙 刘乙是刘仲武的儿子 在记载刘仲武 刘乙的事迹的时候顺带写道 旧法非有边公 不得为三雅 十中武为边帅 尚以求蜀之 求尽以边公至殿帅 也就是说 高丘在刘仲武那里 因为边公最终回到了中央 担任太尉 这里说的是边公 而不是战公 显然 不管高丘是不是打过胜仗 只要他在边关待了一段时间 他就有履历 就有本钱 宋徽宗也可以凭借这个 剩他为最高军事统帅了 高丘担任太尉 前后长达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 军队建设方面没有什么成效 以至于最后和经国打仗的时候 多次惨败 应该说 高丘是有责任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高丘经常在军队里 搞一些征标竞赛之类的事情 横列四彩舟 尚有诸军百戏 如大旗 狮宝 赵刀 满牌 神鬼 杂具之类 显然 这并不是什么军事竞赛 完全就是玩乐 迎合宋徽宗的趣味 高丘这样搞 军队的战斗力 怎么上得去呢 除了这个以外 高丘还利用太尉的身份 为自己谋了不少利益 靖康要路记载 高丘身总军政 而侵夺军营 以广私地 多战禁军 以冲利益 这样看来 《水浒传》中把高丘写成 是当时第一奸臣 虽然有些夸张 但说它是宁臣 却并没有冤枉的 在另一本古籍的记载中 对高丘败坏军政一事 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本朝建官前代 命三崖分掌亲军 即高丘得用 遂以灵异 这段话的意思是 宋朝借鉴前朝制度 用三崖分制之法管理禁军 但高丘上任后 废除旧制 大权独揽 禁军管理松散 训练废止 赏发不明 也许 《水浒传》正是充分借鉴 深度挖掘这些史料 并进行大胆加工 虚构 这才塑造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 千古奸臣形象高丘 每个历史人物 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 历史 绝不可能非黑即白 也不可能用整齐华裔的好坏善恶 加以区别氛围 纵观历史 高丘不是伟人 也不是奸臣 他只是简单地为自己而活 原本 他应该被历史遗忘 但小说家发现了他 于是 高丘在小说的世界中 臭名昭著 而真实的高丘 却隐藏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 他坏得不够突出 也好得不够明显 也许高丘只是一个平庸的人 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不读使无以明智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在历史中进步